我們來解這個三角方程 這怎麼解 我就用激化核差把它拆開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cos 這個用減的 304-2x 減掉多少 cos 兩個相加 4x 等於1 我以2x當變數 我以2x當變數 這個可以用倍九公式拆開 兩倍的cos 平方2x-1 這樣子 我通常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以後 兩倍的cos 平方2x-1 移過去 減掉cos 2x 加1等於0 那1可以消掉 cos 2x 可以抽出來 那這是2cos 2x 然後-1 抽出cos 2x等於0 所以有可能 cos 2x等於0 這一種情況 或者cos 2x等於多少 這等於0的話 1過去 2分之1 那如果cos 2x等於0的話 那x可能等於多少 那我現在以2x當變數 那我看看2x換圍 2x換圍就是2x小於2π 大於等於0 那現在呢 我這樣一換 等於0的話呢 代表這個是90度 或是270 2分之1 2分之1 也就是說 2x等於2分之2π 或者是2分之3π 90度 然後270 那這樣的話呢 x等於4分之2π 或者是4分之3π 那2分之2 那2分之2 那2x有可能是60度 60度就是3分之π 或者-60度 那-60度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2π減掉3分之π 這個是2π減3分之π 那2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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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60度 3分之π 或者是3分之5π 6-1是5分之5π 那這樣x呢 就減多少 6分之π 或者6分之5π 那1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resurро mostrar 那2分之2